为了让埔里的民众认识埔里新兴产业 落实使农教育推广 埔里整理图书馆透过文化部地方好播 埔里产业好好玩计划 今日带着民众到香夹兰园进行体验的活动 馆长舒立文表示 香夹兰是埔里新的产业 希望透过活动举办 让证明能够认识有别于传统的产业 进而能够帮助地方产业发展 香草匣在埔里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那在之前我们所带领大家到埔里的香菇 认识香菇 角白笋等等 那今天呢是最主要是来认识我们 由我们的青龙 他所种植的香草夹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其实对他是非常的生疏 那藉由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民众来体验学习 青龙表示 对于工部门能够透过产业体验活动 来帮助产业行销 也非常感谢埔里政公所的用心 希望未来对于南投县 香加兰产业 工部门可以与更多的协助 帮助农民有行销推广的机会 我们希望说能够把香草夹的一个精神 然后在地的一个发挥 去影响它的文化与价值 那我希望说 其实如果政府单位 能够在更多 致力于一个文化的推广 那我们在这个香草夹这条路上 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看见 然后还有民众也可以看到 好的食材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能够让这个 就是食农教育在台湾更加落实 县议员陈宜君肯定 普里正义图书馆帮助地方产业推广的用心 也希望未来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针对产业规划体验课程 让小学或是中学的学生 来了解故乡产业 落实食农教育的推广 那我一直讲 就是说普里其实呢 很难得有一个百大青农 特别是以香草夹文明 我们全台湾 那我希望呢 未来我们县府的教育处 还有我们的这个农业处 也能够多多重视食农教育的这个区块 那可能让我们的小学的学生 国中学生 有机会也来到这里 亲自来体验一下 来了解整个香草夹的制作的过程 还有相关的一些食品 怎么样的运用 我想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 食农教育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 副委员盘一圈肯定 普里真理图书馆 办理普里产业好好玩系列活动 行销普里产业的用心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对于南投地方产业的推广 能够办理一系列体验行程 使民众及游客都能够选择 自己所喜爱的内容来体验 帮助地方观光以及产业的推广 记者陈威一 普里真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